第37集 彻查殷鹏 我和他跑的时间点什么都不用说了 黄叔跟他有一半关系至少 一大半 还有小邓 妈了个屁 心里憋屈 嗯 还得忍着 另外还有一个人需要找 我知道 鹰鹏四季老管 回到队里 冯国金打了两个电话 一个给老七 一个给深圳的干弟弟小吴 他拜托小吴在深圳帮忙查一下 起立金融的背景 小吴让他放心 还一个劲埋怨冯国金 这些年也不回一趟深圳 都把他这个拜靶子弟弟给忘了 光有事儿才想起他 给老七的电话 是让他帮着找人 二手车在十年前 有几个非正规交易市场 冯国金手下的人在车馆所查了 没有殷鹏前期卖车的记录 因此冯国金猜测 车就不是通过正规渠道卖的 而那些非正规途径 通常就社会上几个有实力的人物巴掌 哥 人物可以给你找 不过你得保证啊 别找人家麻烦 要不然我老是们给你警察打敲 以后出去没法混了 放心 给我尽快啊 冯国金打完电话 走进审讯室 刘平已经在审陈兵飞了 小流氓一个欠了别人四万块钱赌债还不上 跟曾燕好了不到半年 借曾燕的钱也不还 曾燕提出分手以后 他还纠缠过一段 你现在是不是特愿意在这儿管着 放出去了 怕被债主剁手剁脚吧 所以你跟曾燕借钱 曾燕不借 你就杀了他 我刚才都说多少遍了 我没啥曾燕 那你就是无辜的呗 那我得放了你啊 你参与赌博那家棋牌社 叫什么来着 顶型娱乐城 我现在派人把你护送到那儿去行吗 我估计是人家也能管你烦 陈兵飞老实了 猛摇着头 厚脖筋带着嘴角一起抽出 冯国金站一边 大眼就看明白 这小子吸毒 冯国金适应年轻警员给他根烟 陈兵飞接过烟 点火急得差点烧到嘴 饭也吃了 烟也抽了 走不走啊 我送你 我说 冯国金看着刘平 挺有手腕了现在 陈兵飞开始交代 冯国金也拉了把凳子坐下 既然要说 那就痛快点 十二月十五时凌晨 增业失踪前一晚 你给打电话干什么 叫他出来 别废话 叫他出来干什么 见人 你可我是拉馅屎呢 问一点急点 那天上午 我接到一电话 陌生号 一男的 说他知道我在鼎心欠了四万块钱 想帮我 只要他找人跟鼎心老板打上招呼 四万块钱就能再拖一年再还 还可以打折 一年之后还两万就行 条件呢 让曾燕赔他 这人曾燕以前认识吗 怎么知道的你电话 我根本就没见着 曾燕认不认识我不知道 你就答应了 他约我在一个开发区的一个路口见面 凌晨两点多 把曾燕放下我马上就走 我在曾燕打车去的 曾燕也不是傻子 就这么老实跟你去 是我骗他说 我被追在盯上了 可能会牵扯到他 送他去外地躲躲 我一朋友在那儿等着接他 然后你就走了 对方说什么你都信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我把曾燕放那儿我去走 对方在电话里 还跟你说过什么 没了 对了 他还在电话里问我 曾燕是不是处女 我说应该是 反正他一直不给我睡 冯国金让人查 陈冰飞手机里的 那个陌生来电 果然是个野号 通过那一次话以后 就没再用过 对方狡猾得很 从头到尾都没露过面 也没留下任何破绽 刘平问冯国金 怎么办 这线索都是断的 曾燕的案子 肯定是跟皇叔的分不开了 你也一起查 推倒不成从头再捋 往死里查银棚 冯队 我有个知觉 银棚人根本不在美国 现在就在室内了 想一块儿去了 快下班前 冯国金来到计真办公室 找到一个专攻网络技术的年轻男同事 给他看了手机里的一张照片 黄队 新手机不错呀 咱这儿还买不着呢 水货吧 我女儿从美国带回来的 你想要啊 我让她托同学再给你带一个 不白送我就不要了 我这点工资可买不起 你看看这张照片 电脑上都是啥 你懂不 照片里一个青年正对着电脑操作 那是冯国金去秦李家当天站在身后偷拍的 男同事把手机里的照片导进自己笔记本电脑上 放大几倍 仔细看了半天 都是啥 要是没看错啊 是破解密码呢 这盗王还不浅呢 抓网络犯罪呢 我们这边没收到疯啊 不是 别的案子 受累了啊 你把照片删了吧 我再研究一会儿啊 下班之前肯定删 还有什么好研究的 有点意思啊 这哥们是个天才啊 连着两天晚上 冯国金都是在车里过的 自己一个人在秦李家楼下守着 连刘平也没交 冯国金也弄不清楚 自己心里到底是想发现秦李有嫌疑 还是什么都不想发现 原来秦李晚上还打了一份工 就在家附近的一家24小时洗车行 负责洗车打蜡 夜班只有他自己 晚上十点干到第二天早上六点 白班四个员工来接班 秦李在早点摊吃完饭 再上楼回家 定到第三天早上 秦李下班以后 冯国金犹豫再三 走进洗车行 把老板拽进办公室隔间 亮出证件 我问你话的事不能跟任何人说 包括你的员工老婆孩子也算 一个字都不准提 懂吗 秦李在你这儿干多久了 得有两年了 平时工作准时吗 挺准时的 也挺卖力 从来没发现过什么不正常吗 不正常 什么意思 哑巴呀 我知道 挺可怜的那孩子 他哥我从小就认识 当年鬼楼那案子 他哥干的 让警察给打死了 还都知道 这两年 他有没有跟你聊过 当年那个案子 我倒是想问呢 可他哑巴呀 跟我们谁都没说过话 两年前来我这儿 想要个活 我记得 他是拿笔鞋纸上的 我一个月给他开一千六 也算替他哥照顾下这个弟弟 毕竟当年都是发小 咋的了 行李也犯事了 刚跟你说了 别问 好好好 不问不问 最近一个月呢 他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 算有吧 什么事 就这周二 客人来取车的时候投诉 说车后屁股也刮了一道 那车是行李前一天晚上擦的 其实谁也不确定 到底是不是清理弄的 车送来时 谁都没仔细检查 我就只能认呗 赔了人家五百 从清理工钱里扣 什么车 什么颜色 黑色 尼桑贵市商务车 六来玩吧 车牌号记得吗 几半 尾号三个六 当时就想车主肯定不是一般人 可横了 清理一天晚上平均能擦几台车 多了四五台 少了一两台 更多是达蜡 那天晚上擦了几台 好像就两台 还有一台马斯达 小车 啥意思啊 车里空间小 听晓 肯定比商务车小啊 你记准了 是周二 取车当天十七号 前一天周一十六号 送我女儿去托儿所的第一天 监控调出来我看看 聋的耳朵一摆射 两年前就坏了 修了两次 坏了两次 后来干脆不整 也没啥用 还费钱 临走前 冯国金把自己和刘平的手机号 都留给了老板 记住了啊 谁都不能说 网后勤里有任何跟往常不一样的举动 第一时间打这两个电话 明白了吗 哎 明白了 可是他上夜班都是自己一人 谁能天天晚上看着啊 只要你眼皮子底下的 都跟我回报 行吧 其实这孩子可老实了 胆子也不大 能干啥坏事 连着两宿没睡的冯国金回到队里时 见到刘平也红着眼睛 原来他也看了一通宵 曾彦在开发区下车地点周围最近的监控录像 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心里那边有什么可疑吗 哎 暂时说不好 曾彦的尸体是哪天发现的来着 十六号 晚上十一点多 死亡时间是晚上七点多 五个小时 这么短呢 报案人是谁 是个女的 说完尸体具体位置就给挂了 没留任何信息 接线员打回去 但接不通 哎 怎么早没人提 第三十八集 三个嫌疑人 你怀疑是抛尸的人自己报断 能是谁啊 银鹏 还是行李 可声音是个女人啊 风国金脑子有点乱 他也不知道该从哪下手查下去了 坐下抽根烟 望望窗外公园里沉冽的老人 长叹了一口气 他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像是有人在跟他玩一场游戏 到底是谁 报案的又是谁 一共几个人 风国金拼命地清着脑子 派两组人到清理家楼下 二十四小时盯着 有情况随时汇报 另外把十六号当晚十一点 到十七号凌晨之间 秦李家对面喜上行附近 路口的监控都调出来 查下有没有一辆黑色尼桑商务车 在那段时间里经过 另外一组去盯信侯那个经理 每天去哪儿 见了什么人 我全要知道 哦对了 今天早上曹队过来了一趟 问他慢着来着 你怎么说的 我就踏踏呗 什么具体的也没说 风国金想起来 该给小吴打个电话了 哥 我这要给你打呢 什么情况 起立金融 十二年前在深圳注册 老板叫英丽 男的 香港金 但我查了他的背景 本身不是香港人 原来户口就在你们市 十几年前迁过来深圳 后来才入到香港街 他原来的户口上还有一个人 叫英鹏 是他亲哥 其实风国金早猜到是类似情况 十年前 英鹏不知道以什么手段 逃到国外以后 找了个自己信得过的人 继续帮他经营国内的生意 再把钱转到姓侯的公司洗一遍 最后再打回到国外自己的账户 只是没想到 英鹏找的这个人 就是自己亲弟弟 起立金融在深圳做的生意 没发现涉及什么违法的 但是一年前 他们公司名下有个员工 叫金虎 在一家夜总会捅了人 没出人命 我们的人去他们公司抓人 是人已经跑了 现在还是通缉犯 对了 金虎也是你们市人 以前在道上混的 有个花名 就叫啥来着 老管 对 就叫这个 是你要找的人吗 你帮哥大忙 撒撒嘴了 哥 你啥时候忙碗 带着嫂子和侄女来身着玩 我们多少年没见了呀 都十年了 用你们东北话怎么说来着 不够意思呀 去 明年肯定去 放下电话 冯国金把正要出门的刘平叫住 再加一个 查诠室所有大小酒店旅馆的登记记录 有没有住过一个叫金虎的人 金虎谁啊 老拐 老拐回来本市了 嗯 还不知道 但我有直觉 他现在就在本市 行 知道了 这就去安排 秦李 姓侯的 老拐 这三个都不用你亲自去 你待会儿啊 直接去街线员那儿 要来当晚报案人的电话录音给我 你知道了 然后呢 去哪儿 跟我一起 去找曹队 12月20号下午 老七给冯国金回过电话 哥 我给你找着一人 大名无群才外号卡了 前几年 河滨区到铁西区 一半以上的二手车 都从那手里过 后来 不干那个了 现在在开发区 开了几个赛子店 正经生意 我请他喝酒 磨了一宿 才答应见你呢 你可千万别让我难做啊 唉 知道 哥 我再跟你说个事 凶资营车老送得癌了 看样没几天了 我叫人给送去三万块钱 没别的意思 就跟你说一声 哼 你算人至义尽了 在开发区的一个4S店 二层的办公室里 冯国金和刘平 见到了嘎啦 03年到05年间 有没有从你手里 卖过一台黑色奔驰 型号是S600 车牌号是A94575 你这么问 我哪能想起来 那两年每个月 我都卖上百台车 肯定记不住啊 都没有记录吗 这哪能有记录呢 除非你提人 我记人不记车 冯国金早有准备 让刘平拿出一张报纸 2002年的 上面有一条新闻 知名企业家 下乡给希望小学捐款 殷鹏夫妇站在校门口前照的 都戴着红领巾 被一群师生簇拥 冯国金指着殷鹏老婆的头 这女的 有印象吗 这不殷鹏吗 你认识殷鹏 卖家具的 当年本司第一辆家常汉马 就他买的 不拉人 光拿广告用 把他家具公司的名字贴在车辆边 车顶架一排喇叭 开车满层绕 贼得瑟 本人倒是挺低调的 他从你这儿买过车吗 你跟他熟吗 他也不熟 那两年在夜场玩的时候 别人介绍 都没怎么说过话 他一大老板 怎么可能买二手车 你再仔细看看这女的 原来这是他老婆呀 太记得了 来你这儿卖车 对 不止一次呢 哪年啊 零四年 要不就零五年 记不太轻了 卖全是好车 都拿两次 两次都卖的什么时候 第一次啥时候 记不清了 卖的车记的 一台小汉马 一台宝马七系 第二次来的时候是冬天 我记得 这么想 还真想起来了 那女的确实来我这儿 卖过奔车 S600 确定吗 印象这么深 真的 因为他一次来卖两台 一模一样的车 都是S600 冯国金让刘萍拿出笔记 详细情况 能记多少都说一下 那次他来 赶脚是急用钱 跟我还了半天价 还哭了 说算求我帮个忙 其中一台改装过 换龙骨就花了二十万 确实挺漂亮 非让我给那台加点价 最后你收了 嗯啊 我没给加 车呢 草卖了 卖谁了 这上哪儿记得去 回去刘萍开车 冯国金坐在副驾驶 翻出他一直随身带着的 小邓留下的笔记本 翻到最后一页 2003年2月23号 小邓遇害当天 乱字如麻中 冯国金找回了那两个字 轮毕 轮毕 冯国金闭上眼睛 一眼不发 他想把自己想象成小邓 借他一双眼睛回到十年前 究竟发现了什么 刘萍在一旁 没敢打脚 直到十分钟后 冯国金再次睁开眼 冯队 想到什么了 是两台车 你说鹰鹏 当年鹰鹏有两台A4600 原装那台平时开 换过轮毕那台 有特殊式的时候才开 比如跑路 或者是接那些女孩的时候 估计出事以前 鹰鹏还没那么谨慎 只是给那台改装车 上了个套牌 A94575 他跟老拐跑路当晚 开的应该是这台 你意思是 小邓早就发现了 我猜是他跟师员一起 在鹰鹏公司门口 蹲守的时候发现 第一次我和小邓 去他公司时 他那辆原装车 就停在公司门外 我没太留意 也没记车牌 估计小邓在心里 记了个大概 直到那天晚上 小邓看见两个人 上的是那台改装车 感觉跟之前看到的车 不一样 发现了轮毕有改装 根本不是同意他车 他写在本子上的 可能是因为天黑 车又不一样 导致小邓也怀疑 自己会不会认错了人 虽然他在出租车里 给我打电话时 一口咬定 但是在最开始 他自己也不确定 我还记得师员跟我说 他也只看清两个人的外形 也一直没看清 刘萍听完 一句话没说 直到他把冯队 送到亲里家楼下 冯队说要一个人 留在那儿盯梢 刘萍把车给留下 自己打车回队里的路上 他又琢磨了一遍 他知道冯队 后来为什么不说话了 因为话不好说 小邓不傻 那小子比谁都激烈 他下车 帮殷鹏的车换胎 冒着暴露的危险 为什么呀 只有一个解释 除了要确认 自己跟对了人 他是想让殷鹏 或者老拐的脸 暴露在监控里 当年拉小邓的 出租车司机说过 殷鹏的车抛锚时 离收费站非常近 很可能就在摄像头范围内 但就是这段录像 十年前自己跟冯队 谁也没看见过 是大队长曹猛 去交警队查的 打电话说 没发现异常 也没见到那台 A94575的黑色奔驰 还用冯队多说吗 多说就没劲 刘萍在办公室里 假设了一宿 假如自己是冯队 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骑虎难下呀 第二天早上 虽然当冯国金让他 跟着一起去找曹队时 自己有心理准备 可怎么也想不到 冯队没打算跟虎讲和 更没打算从虎背上下来 他选择打虎 大队长曹猛正在办公室里喝茶 茶台是新换的 木头什么材质 刘萍不会认 挺大 台面增亮 案子有精灿吗 刘萍正要没画找画之际 冯国金跟在后面进来了 把门关上 反锁 锁门跟啥 冯国金坐到曹猛的桌子对面 拿起他手边的那盒三五烟 抽出一根自己点上 烟盒继续留在手里白弄 从下来了 我一直想知道 这羊烟到底什么味 多少钱一盒 我也不知道 别人送的 五十多吧 不便宜啊 以前有人给过我这烟盒 我没抽 真不释怀 哦 给我这烟盒的人 你也认识 谁啊 第三十九集 黑警浮出水面 金虎 刘萍看见冯国金那双眼睛 就像捕兽夹子 死死咬住曹猛的木 不光不放 他知道冯国金要逮的那一瞬间 中了 金虎是谁 你比我清楚 想起来了 外号叫老拐那个 当年营盟的司机 怎么了 对 不过就在今天早上以前 我跟刘营 我跟刘萍谁也不知道老拐的大名 过金 你什么意思 十年了 你睡得着觉 曹猛 刘萍靠向一背 一言不发 听着冯国金说 该说的冯国金全说了 捞干地说 每说完一点 夹子就咬得更死一下 直到溅了血 露了肉 等冯国金咬完了 曹猛才开口 国金 你这么说就是冤枉我 我真没想到是你啊 打死也没想到 直到昨天跟交警大队的人确认 十年前就是你亲自拿走的录像 我还是不敢相信 我知道 案子没破你脑子乱 但你也不能乱咬啊 实在不行 难道上面领导那说 冯国金打开了自己的玉栖 点上没抽 插进了茶台的夹缝顶 像一株点燃的香 你还记得 小邓钢进队里是谁带他 我呀 后来是谁把他分到我手底下的 我 亏你还记得 直说吧 这次的案子 我让刘平什么都不跟你说 就是故意瞒你 现在实话告诉你 坏了 我拿人头跟你保证 我对这住香跟小邓保证 不出一个礼拜 这一个礼拜里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十年前收费站的录像 肯定还在你手里 交出来 算你配合 案子破了以后 我会跟领导说明情况 但不会全数 帮你争取工作过失 从轻处理 第二 你继续隐瞒 我照样能破案 到时 我会如实上报 你失职加包庇 两罪并罚 可能还涉嫌谋杀 小邓的死 我就算你一人头上 不把你送进去 我绝不罢休 两样 你自己选 我有事儿 先出去一趟 往哪儿回来再说 案子破以前 你肯定是走不了了 就在这屋 哪儿也不能去 我叫我的人 二十四小时看着你 冯国金 你这么干 知道什么后果吗 你这叫滥用职权 你他妈跟我说 滥用职权 话说到一半 冯国金喊刘平帮手 掏出手铐 直接把曹猛 靠在椅子扶手上 我他妈往后 就算不干了 今天也肯定 不能放过你 那炷香燃尽时 曹猛 遮遮掩掩地 交代出了大概 两个老刑警过招 套路彼此心里 全有数 曹猛一再强调 当年的录像 确实不在了 但就是不提 销毁两个字 你跟鹰鹏 什么时候认识的 是不是你帮他 办的假证件 出得进 2001年认识的 但我从来没 说过鹰鹏贿赂 小邓出事当晚 鹰鹏只是给我 打过一个电话 说自己遇上 仇家来要躲债 还承认自己 开了个套牌车 万一在哪被拦了 让我帮忙摆平 如果成功出去了 帮他把监控录像找到 不能让别人知道 他往哪个方向跑的 我没能帮他出逃 他最后怎么出境的 用的什么假身份 都跟我没关系 你知不知道 小邓一路在跟那台车 我是在交警大队 看到录像才知道的 那段时间打黑刚结束 我才从外地回来 鬼落案子具体 就你跟刘平 还有小邓警察 还没人给我回报过 冯国惊响 这一句确实没撒谎 当时就是自己 跟曹猛说 要找鹰鹏那辆车 曹猛主动替他去的 交警大队 监控里到底 拍到什么了 冯国惊边问 边点着了第二根烟 把烧完的那根换下来 说吧 对着这主相说 拍到脸了 谁 都拍到了 鹰鹏 老拐 还有小邓 小邓 带了个红色的帽子 公牛队 什么 你说你的 怎么拍到的 具体什么情况 鹰鹏的车 应该是抛锚了 停车的地方 跟收费站距离也就二十米 先是鹰鹏跟老拐一起下车 看了一眼 得换胎 鹰鹏就回车里待上 老拐一个人去开后备箱 这时候 不知道从哪上来的 跟老拐说了两句什么 就帮着一起从后备箱里 把备胎拿出来换上 过程中 小邓一直偷偷回头看摄像头 他让老拐蹲的位置 也是特意能被摄像头拍到的角度 十分钟以后 老拐上车开走了 一辆出租车跟在后面 副驾驶上坐的就是小邓 第二根烟也燃尽了 冯国金沉默很久 鹰鹏跟老拐跑了以后 有没有跟你联络过 最近有没有联络过 当时和后来都没有 鹰鹏跑了以后 我才知道小邓死了 后来我才知道 鹰鹏是你们的怀疑对象 后悔也晚了 那个老拐 我根本不知道去哪儿了 不对 我们查了老拐那么久 都不知道他的大名叫金虎 但你知道 你说你们俩没来往 觉得我会信吗 你要不说 我就当你选了二 当初鹰鹏求我 帮老拐找人改户口 说是为了帮老拐躲仇家 这事是在鬼楼案子之前 2001年吧 刚认识鹰鹏那会儿 金虎改的名字叫什么 想不起来了 我给你时间想 说完又点着第三根烟 插在茶台上 好像是叫张强 2003年以后 鹰鹏没再跟你联络过 也没通过老拐联系你 没有 真的 三炷香都烧完了 冯国金抬着头想 弟弟 哥就这点能耐了 记着插手 冯国金拿过曹猛桌上的手机 开始翻通话记录 翻到几天前的一个 没名字的来电 铁岭的号 应该是公用电话 他直接拨回去 没人接 小刘 你找人查一下 这个号在铁岭的具体位置 直接去铁岭 把这个电话周围大小酒店 宾馆旅社的登记信息 全过一遍 找张强和金虎两个名字 真没人再跟我联络 那这个铁岭的号是谁 一个朋友吧 记不清了 你现在还有得选 别等我真抓住 鹰鹏和老拐的时候 再知道你跟我撒谎 国金 真至于这样吗 小刘 你叫两个人过来 看着他 吃喝拉撒都在这屋里 去 把我那张行军场也搬过来 手机拿走 再给他家里打个电话 就说这几天回不去了 办公室电话 看情况可以接 案子破以前 他不能离开这一步 鹰鹏没会了过你 你还敢为他围绩 你还记得不 那两年我妈重病 心脏病加肝癌 记得 挺重的 当时就一种 德国的蛋白药 能帮我妈寻命 这边买不到 能搞得到的 我也买不起 一千二一支 一天一支 鹰鹏帮你搞来便宜药了 没药钱 一直扎到我妈死 国金 毕竟说老妈 小邓也有老妈 下午 刘平从街县员那儿 拿到了16号 当晚报案人的录音 的确是个女人声音 就是听着特别奇怪 上来直接说 尸体发现的具体位置 不到十秒钟就挂了 冯国金反复听了几遍 关掉 摇头 掏出手机 打开了一个软件 输入几个字 点击播放给刘平挺 我走 不就是这个声音 一帮坏事的 连我这个岁数的都不如 这啥人家 娇娇给我买的手机里自带的 你打字进去 机器就能自动给你念出来 选男女声都可以 这个报案的 根本就没用本人声音 凶手自己报的案 是不是凶手还不能确定 至少是涉案者 不用自己声音 报案就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害怕暴露自己身份 另一种呢 自己不能说话 晚上 冯国金跟刘平 谁也没回家 都住在队里宿舍 尽管脑袋里那根弦 都离块崩蛇不远了 但彼此都清楚 被他们放走了十年的人 也不远了 你怎么知道 那个铁领的号就是老拐 我不知道 但肯定跟老拐 或者鹰鹏有关系 第一 时隔十年 凶手再犯案 通常情况都是重新出现 不然这十年里 为什么一点相关线索都没有 而且自从案发 曹猛就对咱们案子进展 特别关心 一天问八遍 不邪乎 那完全可以假设 他也知道这个人回来 甚至可能还跟他联系过 至于目的 不清楚 是鹰鹏还是老拐 或者另有其人也不清楚 那这段时间 所有跟曹猛联系过的陌生人 都值得怀疑 但我肯定 早上曹猛还是没说实话 明白 咱们的人已经到铁领了 中查呢 动静别闹太大了啊 放心 我让铁领警方配合行动了 第四十集 老拐落网 喂 爸 我来宿舍看看你 给你送个夜宵吧 不用来 你好好在家陪妈妈啊 爸 你们现在是不是还怀疑情理啊 是不是要抓他 别问了 谁有罪都得付出代价 现在还不能确定 那 那 那情理现在 算是有重大嫌疑吗 暂时还没有直接证据指向他 多的别再问了 早点睡觉 还有啊 最近都不要再跟情理联系了 别去找他 也别发信息 能答应我吧 第二天上午 刘萍跟冯国金一起又看了一遍距离洗车行最近路口的监控录像 果然被冯国金猜中 十六号当晚十点刚过 秦李开着那辆尾号666的黑色泥桑商务车经过路口 奔北去 一路监控县市 他驾车进了开发区 十五分钟后消失在了最后一个有监控的路口 在二十分钟后 重新在那个路口出现 原路返回市区内 但没有回洗车行 而是把车开进了南市场八卦街 那之所以叫八卦街 就是因为当年张作霖盖的时候 就是按八卦迷宫盖的 曾经遍布妓院烟馆 十六个进出口呈放射状 一半路口都没有红绿灯和摄像头 从那以后 那辆车就消失了 一共停在里面多久 最后又是在哪个时段 从十六个路口中的哪一个驶出来的 基本没办法查 最后只能确定秦李开车回到洗车行的时间 快早上四点 路上车已经很多了 再往回旅路线 发现他花了三个多小时 几乎把全市各个区都逗了一圈 才往洗车行回 实在太可疑了 是太聪明了 冯国金在心里说 娇娇没夸张 这孩子真的是个天才 即使此刻 他有百分之九十确信 那辆尼桑车从开发区回来时 里面就载着曾燕的尸体 可秦李就是没给他留下一丁点把柄 就算把车找来都没用 秦李是干什么的 洗车的 车里就算真留下曾燕的DNA 也早被洗个已干而净了 比起秦李为什么要杀曾燕 甚至人到底是不是秦李杀的 冯国金更想弄清的是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冯队 不用想了 肯定就是这小子 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巧 他开车出去的时间 正好跟抛尸和傍晚的时间吻合 不是他还能是谁 抓人吧 我现在也相信是他 可是证据呢 还有什么证据啊 鬼楼四周的摄像头 根本就没拍到过有人把尸体搬到院子里的过程 那么显眼的一辆车 从头到尾甚至就没在鬼楼周围出现过 你怎么证明抛尸的就是他呀 刘平不服气 继续反反复复 看完十点半以后 鬼楼四周所有摄像头里的监控录像 真的没有 就是没有 那辆黑色商务车就像个魂 从驶入八卦街的一刻就消失了 先抓回来再说吧 万一背后还有真凶呢 就打草惊蛇了 再说不是派人二十四小时在他家楼下盯着了 有动向吗 刚来过电话了 两天一宿了 晚上正常去洗车行干活 早上回到家就没出过门 所以还得等 继续盯着 他骂的神了 下午三点多 刘平接到铁岭那边的电话 附近所有酒店旅馆都查了 没有叫金虎或张强的人住过 曹猛的手机呢 在看他人手里 昨天跟今天有可疑电话进来吗 没啥 都是家里打的 走进曹猛办公室 烟味呛眼镜 两个年轻警察加一个曹猛 憋在屋里大眼瞪小眼光抽烟了 曹猛正躺在冯国金的行军床上 眼睛闭着 没戴手铐 谁让你们把手铐打开的 曹队 曹猛睁开眼睛 看到冯国金 兄弟一场 不至于 我不跑 冯国金坐下 递给曹猛一根玉蜥 自己没点 我发现呢 还是这个好抽 说吧 那铁岭的 到底是不是老拐 曹猛眼睛低着 继续抽 都这时候了 曹猛终于点点头 就是老拐 他回来多久了 不知道 找你干什么 要钱 什么钱 想讹我呗 知道我跟鹰鹏的事 以前有过吗 十年里这头一回 我以为这人早躲起来了 前几天他来电话 你怎么说的 我没答应 他说还会给我倒 小刘 让铁岭那边的人随时带命 国金 真的就这些 我都说了 你早该说了 我现在挽回 还来得及吗 冯国金 没有直接回答 把电话还给了他 老拐再来电话 你知道该怎么做 多少个小时 没合眼了 冯国金 根本不记得 前一晚在宿舍 躺整休 也没睡着 望着天花板 想起了十年间 所有的一切 黄叔 秦礼 秦天 小邓 曹猛 音棚 老拐 穿插着 也想了老婆杨小玲 和女儿娇娇 后来可能是迷迷糊糊的 进入了几分钟 无意识状态 想做梦 但自己又知道 不是真的 他见到了去世的母亲 冲自己笑 还有老丈人杨树森 像过去那样 拍三下他的肩膀 我没看走眼 你是个好警察 后来他就被 刘平的呼噜声 给换回来了 有眼泪流出来 把枕头边给湿了 他都分不清 到底是哭了 还是瞪一天 眼睛干的 此刻的冯国金 两眼满布血丝 看什么人 身上都裹一圈红影 刘平硬逼着他 回自己办公室 沙发上躺会儿 曹猛内屋 有他盯着 冯国金躺在沙发里 尝试了半天 还是一样 睡不着 他脑子里想的是 那天见到秦李的情景 好好一个孩子 天才 毁了 背了十年的冤屈 是不是自己的错呢 确实怪不着别人 就是自己的错 可惜啊 就目前所有状况看来 嫌疑最大的人 也是这个孩子 天才 要是自己真冤了 秦家兄弟十年 如今难道还要赶尽杀绝吗 他不知道了 没法想通 永远也想不通 偏偏这种时候 他想起十年前 老宋砍人的案子 他也是一样痛苦 但比不上此刻痛苦 他想起自己跑去 母亲坟前诉苦 哭着说出的那句话 这个世界 坏人都抓不过来 好人还跟着犯错 你叫我怎么办 不知道过去了几个小时 有那么一瞬间 冯国金以为 自己快睡着了 几乎在同时 刘平冲进门来 哎 老鬼来电话了 来电话了 冯国金蹭的一下 从沙发上弹起 说什么了 他跟曹队约在后天下午四点 铁岭火车站附近 让曹队自己带钱去 后天一走 你亲自再领几个人去铁岭 带曹蒙一起 提前不说好 等我命令抓人 老鬼是亡命徒 万一拒捕 做梁书准备吗 必须抓活的 大惨大瘫痪 你看着办 只要给我带回来个能说话的 经历了一天半的漫长等待 12月24号下午四点钟 冯国金 终于接到刘平 从铁岭打回来的电话 老鬼抓到了 一开始拒捕 差点开枪 有群众受伤吗 没有 自己人呢 也没有 开警灯 高速走专用通道 一小时以内 把人给我带回来 下午四点四十五分 刑警总队审讯室 刘平亲自压着老鬼进来 手铐脚铁 一个不少 冯国金早早坐在审讯室里等着 老鬼走进来的时候 冯国金血红的双眼 连眨都没眨一下 老鬼 金虎 张强 不管面前这个人换什么名字 他那张刀削过一样的脸 花成灰 冯国金也认 被靠在椅子里的老鬼 根本是副骷髅架子 脸都作塞了 跑路 躲债 吸毒 早折磨得没人心了 陆上我简单问了 感觉他心里都有数 但坚持要等到见到你再说 冯国金点点头 把屋里的人清了清 就剩自己和刘平 还有两个记录员 叫什么名字 金虎 还有没有别的名字 张强 假名 多少岁 家住哪 45 老家铁领 现在没家 冯国金 对刘平摆手 意思是 对一般人走的过场 就免了 想过有今天吗 当年就想到了 当年是哪一年 2003年 知道犯多大事吗 知道 那就自己说吧 我要个武器 四环 看情况 人是我杀的 谁 那个年轻警察 本以为 老拐嘴里要说的名字 是黄叔 冯国金和刘平 都愣住 臭你妈 他有名 叫正年 你知道 我干这行 多少年了吗 不知道 一辈子了 什么样的亡命徒 我都见过 那才指导 把邻居一家老小割喉的 就为要一个同事命 放火烧掉一栋楼的 把仇人杀了碎尸 手指头剁下来 扔家里鱼缸喂鱼的 八三大案 十一年杀十八个人 凶手从来没失眠过 我问你 这些人很不 很 比你很不 比我狠 这些人很不